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要是东华让他带他出来的话 他是肯定会拒绝的 但是东华这样 偷偷默默的跟出来实在是太阴了 白凤九不服不愤的咬着嘴唇 看着东华的表情里竟然有一丝委屈 本来以为他能护着这个小兔子很久 却没有想到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这小兔子就被东华给发现了 还是他没用 没能好好的把小兔子给藏起来 这次也是因为他 东华才发现这个小兔子的存在的 白凤九一定会拼劲全力保护好这个小兔子 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我谢谢你 但是这只小兔子根本都没有伤害我 所以你不要想着 伤害这只小兔子 你要是敢伤害他的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白凤九一脸防备的看着东华 好像东华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一样 倒是给东华看的有些不明所以了 你说什么呢 不过就是一只小兔子而已 我为什么要伤害他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尸杀如命 滥杀无辜的人吗 听到白凤九的这番话 东华看似皱着眉头有些不解 他虽说是杀法果断了些 但是他自问 手下的人命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都是死有余辜 怎么在白凤九的眼睛里 他就像是一个杀人魔头一样可怕 这个认知让他有一些受伤 却并没有看到白凤九脸上的那个微小的表情 看着东华脸上的这般表情变化 还有他刚刚说的话 白凤九大概也明白了一些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看来东华并没有看出这个小兔子的真实身份 也没有看出来这个小兔子其实是一只妖 虽然不知道东华法力那么高是莫测 为什么看不出来就是一只妖 但是现在来看 这小兔子是暂时安全了 既然这只小兔子并不是什么妖怪的话 东华大概也不会滥杀无辜吧 他也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只要小心翼翼的 让这只妖怪不被东华发现 这其实是一只妖就行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着要伤害这只兔子吗 白凤九在一次尝试的问道 眼睛里的探究在东华眼里面一清二楚 不过就是一只普通的兔子 我为什么要伤害他 他又不是什么最大恶极的妖怪 我当然不会下手了 东华理所当然的说道 并且注意到白凤九整个人突然之间就松懈了下来 就好像是突然放下了心口上的一块大石头一样 这种状态也就持续了一秒 下一秒白凤九就朝着自己跑了过来 哎呀 我错怪你了吗 你别生气 所以白凤九有的时候还是脑子好使的 赶紧对着东华撒娇给自己打圆场 知道错了就好 我可不是什么杀人如麻的大坏蛋 对这种伤痕累累的小兔子 更是没什么兴趣 所以你可不要再误会我会杀了他了 得到白凤九撒娇哄着的东华很是受用 很快就不生气了 他满意的点了点头 看向了那只兔子 那只兔子像是不怕生一样的 直直的盯着东华看 眼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情绪 东华转移自己的视线 看着白凤九一眼讨好的看着他 缓缓的叹了一口气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小兔子带回去 我还能更好地照顾他 不然他身上的伤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 白凤九担心地看着那只小兔子 脸上全都是心疼 好都听你的 东华也没有拒绝 直接就答应了白凤九 谢谢你东华 白凤九几乎要激动地跳起来了 他借借实实地抱了东华一下 笑嘻嘻地转过身把兔子抱在了怀里 这个决定显然是让白凤九很开心 他虽然没想到东华竟然这么好说话 但他也没有多想 总之东华答应了他 就是一件好事 反正这回可以无时无刻 照顾这只小兔子了 而且也能及时地遮掩他身上的妖气 白凤九想到这里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 而这只兔子在白凤九在暗示之下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话 毕竟他要是不小心 暴露了自己会说话的能力 东华就会知道他其实是一只妖了 此时此刻这只小兔子被白凤九抱在怀里 白凤九也不知道 这只小兔子到底是个什么表情 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住所 白凤九想把这只小兔子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但是被东华给言辞拒绝了 这分明是一只雄性兔子 你们慈兄有别 当然不能住在一个屋子里 我和你都没有住在一个屋子里 你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屋子里 东华看着这只小兔子满心满眼的全是嫌弃 更有一种宣誓主权的依偎儿 明明只是一只小兔子而已 东华也不允许这只雄性的小兔子和白凤九在同一个屋子里 他只是一只小兔子而已 哪里用得着分得那么清楚 而且你可是四海八荒的天地公主 你干嘛跟着一只小兔子这么计较 而且比起他来说明明是你更加危险 白凤九不服输的反说回去 他喜欢这只小兔子 只是把这只小兔子当作是一个宠物 或者是一个小朋友而已 想让这个小兔子跟他一起睡 反正这只小兔子很弱小 不能对他做什么 白凤九对性别之类的一直都不是很在意 而且他们两个睡在一起 更方便白凤九照顾他 不行 他绝对不能跟你睡在一个屋子里 如果你执意让他跟你睡在一起的话 那我也要和你睡在一起 东华冷冰冰地看了那个小兔子一眼 然后耿着个脖子颇有些不要脸的提出了 自己的条件和抗议 你 白凤九被他这副样子弄得没办法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反驳 这话就耿在喉咙里面说不出来 可真是难受 怎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这人超会暖床的 东华重新搬出了那一副 不讲理不要脸的样子 让白凤九无言以对 他沉默地仔细考量了一下现在的形势 要是严格意义上来讲 东华是他的夫君 两个人睡一个屋子无可厚非 可白凤九并没有完完全全地接受他们两个的关系 所以 他不能忍受东华和他睡在一起 对东华这副不要脸的话语 白凤九无言以对 只能当作没有听到 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条件作为交换 所以一番权衡之下 白凤九还是先低头了 好吧 不让我跟他睡可以 但是他不能离我太远 必须在我隔壁的房间才行 既然不能和这只小兔子在一起睡 白凤九又不想和东华一起睡 所以他就只能退一步了 反正小兔子在隔壁的话 他也是可以随时过去照看的 行这样可以 听了白凤九的这个提议 东华也觉得可以 虽然他不能和白凤九在一个房间挺可惜的 但是现在这只小兔子 也不能和白凤九一个房间了 东华对这个结果还是挺满意的 说着 东华就渐渐地逼近了那只小兔子 用一只手就将他给抓了起来 看到白凤九紧张的表情 东华转过头淡淡地笑了笑 不要担心 我就是把他送到隔壁去 你好好的在房间里休息吧 不用管我们了 说完之后也不等白凤九同意 崩华就自顾自地出了门 白凤九抿了你嘴唇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能看着东华将那只小兔子给带了出去 反正东华已经答应了 不会伤害那只小兔子 想必不会对那只小兔子做什么的 但是白凤九面对东华的笑容 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由得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可能是东华太少笑了吧 所以笑起来就会感觉很怪异 但是白凤九不知道 在东华和他在一起之前 东华只要笑了 就说明肯定有人会遭殃 只是东华现在遇到了白凤九之后 和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他将那只兔子放在了隔壁房间里 看了那只兔子好一会儿 表情依然猙獰得十分可怕 简直可以说是越看越不顺眼 好好待着吧 他怎么可能会不生气呢 白凤九认识这只小兔子才多久 就这么向着这只小兔子说话 他和白凤九认识那么久了 白凤九对他的信任 竟然还不如这只小兔子 实在是让他心情郁节 最主要的是这只兔子 居然还是个雄性兔子 要是个雌性也就算了 东华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憋屈 如果可以的话 东华真的很想将这只小兔子撇出去 但一想到他答应白凤九的话 就只能用这个想法给咽下去了 总之 这段时间一定要控制白凤九 和这只小兔子接触 不然他肯定会接受不了白凤九 天天和这只雄性兔子在一起 而且明明是一只雄性兔子 却长得这么娘炮 实在是太爱眼了 此刻东华忘记了 不管是雌性兔子还是雄性兔子 在外表看起来基本上都长得一样 都是很可爱的 所谓相看两相艳 这只兔子看起来也并不是很喜欢东华 所以让东华就更加讨厌这只兔子了 你真丑 东华淡淡地撇下了这句话 就转身无情地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还不忘了交门给关上了 这一夜东华是无论如何都睡不好 睡觉的时候也总是梦到白凤九爱上了这只兔子 抛弃自己走了 然后就会从睡梦中惊醒 看着天花板发呆 想去看看白凤九情况如何 但总觉得他这样实在是太过于神精致了 若被白凤九发现了的话 还会觉得他是个变态 所以这种想法就被他给压下去了 现在他整个人的心情都十分的烦躁 一晚上也没怎么睡 早早的就已经起来了 反正醒了也是醒了 东华就想着去厨房做顿好吃的 把白凤九哄得高高兴兴的了 估计就马上会忘了那只兔子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进到厨房就看到了白凤九忙碌的身影 往常的这个时间白凤九明明是在睡觉 今天怎么会起这么早呢 看他在厨房忙碌的样子 东华的心里面划过了一丝暖流 想起了很久之前白凤九还没有失去记忆 两个人相濡隐没的那段时光 实在是太过于美好了 并不是说现在不美好 在东华看来现在也很美好 因为能跟白凤九这样待在同一屋檐之下 已经是东华莫大的幸福了 他绝对不允许有别的人抢走他 做什么呢 怎么起得这样早 东华缓步来到了白凤九的身后 下巴轻轻地放在了白凤九的肩膀上 闭着眼睛泥男地问道 脸上全都是满足的笑容 哎呦 你吓我一跳 怎么突然出现在人身后啊 对于身后突然出现的这个人 白凤九整个人身体抖了抖 然后后惊后怕地看了一脸 满足的东华一眼 眼力全都是不满 语气也变得有些不好了起来 男友突然出现 我已经在这好一会儿了 看你没有看到我 就只好自己过来了 只是 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你该好好的睡一觉的 早上让我来做饭就可以了 听白凤九说他 东华也并没有生气 而是面带笑容地直起身子 看着白凤九 眼睛都迷成一条缝 你做饭 你又不会做小兔子吃的饭 白凤九嫌弃地看了东华一眼 同时又有一点小得意 毕竟这种菜只有他会做 想想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白凤九没有注意到 东华整个人都变得十分僵硬 连笑容都消失不见了 他将视线放在了白凤九 刚刚做出来的那两道菜 果然那菜色和昨天是一模一样的 根本就不是做给他们吃的 绿油油的一片 全都是菜 一点肉都没有 就像是东华此刻一样绿的人发慌 青秋冬荒凤中黄 没见睡我雨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翻外篇 第213集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